我们先跟大家来谈一个我之前做的一个 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行销 线上行销的内容 它其实是我几年前做的一个投影片 我现在在看这投影片我也觉得相当有趣 其实过一段时间你回看以前做的事情 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蠢就是自己好像还蛮厉害 我大部分觉得我自己很蠢 对很蠢的东西分享给你们做什么 网络工具是现在有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脸书、IG、LINE各方面的应用 那我们先提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 2018年的时候呢 事实上脸书发生一个相当严重的资料外泄的事件 它其实也不算是资料外泄 它最早的时候 其实脸书它是允许第三方的应用软体 去分享它的一些内容 这些分享的内容其实大部分时间 你也搞不太清楚你的什么内容被分享 那在台湾事实上 你的资讯分享的跟在其他国家来比的话 它层次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在美国事实上他们的国家统计局 它的资料很深入 但是它又兼顾到个人资料的保护 那所以其实你在脸书上面 你要去把你的相关的内容 去买一点输入广告要曝光到某些特定的人 比在台湾还要来得容易一点 那在08年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 建桥分析事实上 他们可以去影响人的行为 最后去决定选举的结果 这其实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 但是他们很成功 也很成功的 你知道我们一些人当选 事实上行销或者是竞选都会有一个目的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单纯去为了一些商业 为了一些实质上经济上的利益 比如说你的目的其实会有更深远的目的在那边 我有个朋友他是念佛的 他也教我看一些佛经 那他教我看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时候 事实上我看到他提到的内容 事实上跟我们在做行销跟分享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 他说原始菩萨就远洁来 发大众愿利益众生 常常你会觉得你是对的 你愿意跟别人讲利益众生的动机跟出发点 那大家会不会说那你老婆你知道是错的 对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同时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自然会有一个比较正确比较对的出现留下来 那另外就是卡内基在他很有名的书叫做这个 赢得朋友跟影响人群 赢得友谊以影响他人 其实在美国的教育英美的教育里面 其实很重视关键的事情是 你在群体里面是不是有影响力 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想法跟观念 跟别人分享进一步影响别人 让大家都能够变得更好 那网路的工具是哪一些 其实在一般行销的流程 一般行销用的平台上面 我们会用到email 网站 那Twitter是一个社群媒体 Facebook是一个社群媒体 Line是一个通讯软体 Line Ad是一个通讯软体 跟email很像 那线上行销其实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去思考就是说 为什么人家看你的东西 你今天在包含你们为什么要看我的YouTube 比如说现在很多直播连吃饭都有人看了 他可能孤单了 除了这个之外 你要去思考你分享的内容 本身是不是有这四个意义 那四个意义第一个是你要给人家带来娱乐 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比如说我希望你们看了我的YouTube的影像 你们会觉得心情很好 然后你本身要有交易性质 你能够把你的资讯跟内容用来分享给别人 让别人觉得受到了启发或者是受到了得到了薪职 另外就是说你会让别人对你产道认同 会给你按赞 然后会订阅你的频道 对啊你们要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随时可以得到薪职 我在想说有一段我要来来推动一个订阅我的频道 送我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送我最贵的东西 我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另外就是说在这四个一面 最后一个是etiquette 就是要有礼貌 我们在网路上其实因为见不到面 所以很多网路霸凌的事情发生 什么是娱乐呢 就是看了影片呢 看你的po文会心一笑 还是说会觉得有趣 那什么是教育呢 就是你的资讯内容 其实它有它的高度 然后有它的价值 细节跟认同就是你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资讯 然后认同到你的内容 最后能够产生共鸣 比如说我们来看柯文哲 我们没有特别的请教 就是用一个例子来 用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柯文哲 柯市长 它的内容其实你看有八千多个按赞 那大家来看我po的一个内容 我触及了四千个人 他提到的就是这个保力龙版 保力龙楼版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让别人看了你的资料 然后产生了地结跟认 那网路的行销工具之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叫电子邮件 一变在电子邮件 已经二三十年的历史 比不上我们现在用的通讯软体 但是电子邮件在我们行销的角度来看 它还是最有效 然后最便宜 然后最经济的工具 但是我认为这个工具 迟早会被其他的工具所取代跟深化 取代可能不至于啦 深化会有 比如说聊天机器 那我们在用电子报的工具 其实在台湾很多人用这个电子报 Leopard Mailchimp是在国际上相当有名 我自己也用Mailchimp Mailchimp相当便宜 你如果说发针对五千个人来讲 你要发的话 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 你每天发一封 你一个月十天发五万封 一个月发十五万封 事实上你会花的成本只有几千块 相当便宜的一个工具 它也可以做很多应用 那另外脸书 脸书事实上有点复杂 脸书你可以用它来做 行销 你也可以跟它买广告来做 你想要曝光的内容 那它其实 它会知道你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讲说脸书几乎是 比你的最好的朋友 还要更熟悉你 它知道你的心情好不好 知道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什么时候离婚 更不用讲 知道你什么时候出生 LINE的话也一样 我的LINE里面永远都有几千个讯息 因为很多这个 开特斯拉的车友 他们车主他们真的是很喜欢聊天 那LINE事实上 在LINE AD之后 现在出现一个LINE的官方账号 就是Business Line 事实上我认为LINE 还有很多功能跟用途 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 那我们其实要留意的就是说 你在行销的时候 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每个E你都要有 然后你要平衡的去配置你所用的工具 然后要留意即便是平衡配置你的工具 但是也不要忘记有80-20法则 什么是80-20法则 就是你不能花太多时间 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人在LINE上面 20小时到上面留意大家讲什么话 我一直希望能够设计一个AI的机器人 每天帮我写一份我的LINE的栽药 让我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东西 让我比较不用花时间去看 但是我那个还没有处理好 希望我的资讯 能够让你觉得有用 我们今天就刷这边 你如果对我的频道有兴趣的话就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看到这些YouTube 他都会说你要到我的频道上面来按赞 然后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赞就是现金 今天如果说你的频道有 如果说你的频道有100万个人订阅 代表你发布任何一个消息 马上就会有100万个人看得到 那你就可以拿它来当作是一个杠杆 你可以协助别人去传递这些消息 然后很快就会得到回应 你如果有100万人订阅你的频道的话 我们讲最简单的 你要卖什么东西都很容易 即便它再烂 比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他卖很烂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人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大数法则 你100万人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两个人 觉得那东西很好 所以为什么大家希望你能够订阅他的频道的目的 就是这样 他们希望能够有影响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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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